一大早KTV散场时段门口却有人打起来 二对二在路边不断推挤 还一度打到大马路上 猴几度被推倒在小黄引擎盖上 吓得问奖斗退撸 后面一辆也怕被波及赶快落跑 警方出动快打部队紧急到场压制 打人的男子还在胡闹 警方像哄婴儿一样把两人带上警车 事发在台北市东区前柜KTV外 双方人马夜唱一路唱到早上八点 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却发现被打的是自己人 开立兵传出打架事件 警方出动快打部队到场把四人全部带回去 后来才发现被打的两个人居然都是警察 其中一人是他西门町派出所王姓远景 曾在半年内破获60多件毒品案有弃毒网的封号 因为计较好多次上媒体受表扬 但三年前却被民众爆料穿着制服 骑警用机车载送女友 当时也被寄过调职 另一名则是宝大第一中队灵性远景 同样在茶器毒品上很有一套 绩效也不错 前一天选举日晚间两人下班后 相约到运动餐厅吃饭喝酒 再到KTV续托 早上八点要离场时 其中灵性远景在电梯内出言搭声陌生女子 却引起女子有人不满 和两人起了口角 两名远景最后在KTV门口被对方殴打 虽然两名远景没有提告 但动手的这两人还是被一设为法送办 这回又闹上新闻版面是在KTV被打 即便是被害人 但也是因为祸从口出 难免有损警方形象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